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前呢 又是同桌 两家人又是邻居的 大家都以为我们是青梅竹马 比起他呀 我还是愿意跟叶子多聊聊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师父了 胡说 一日为时 终身为 终身为父 你怎么学会这样便宜了呀 放心吧 我永远是你的徒弟 谁也抢不走 我所谓 别生气了 你生气的样子不好看 我才没有因为你不高兴 是因为这个课太难了 运动心理学 我教你 这个太难背了 看来啊 我就不是学习的料 拿来 韩老师大讲堂要开课了 蔡兼叶同学 要好好听讲 你看啊 你不能死记硬背 你要理论结合实际的具备 好比说 你搭工拉剑的时候 你身体的紧张会转化为焦虑 那么焦虑呢 就分为三种 第一种 身体上的焦虑 对 你再把这个 加到它的上面 还有这个 学习理论知识 其实一点都不难 只要用点心计 就好了 若飞知道 我以前只要是看过的 都会过目不忘的 是吧若飞 好像是吧 笨蛋 你看 我一转校 你就不记得了 没有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呢 我只是 嗯 那个 我 我先去旁边背理论知识了 你们聊 你想去 谁要跟他聊啊 早就跟他聊腻了 以前呢 又是同桌 两家人又是邻居的 大家都以为我们是青梅竹马 比起他呀 比起他呀 我还是愿意 跟叶子多聊聊 是吧叶子 思雯还找我有事 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 不用 我自己过去就行 你自己慢慢背 嗯 对 прот陆 我